我回来了 怎么了你这 怎么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呀 还给我装糊涂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我去银行去取钱 这卡里面少了五千块钱 是你取的 说 这五千块钱哪里去了 这个 这个钱啊 这个钱我借给陆哥了 借给他了 这他家条件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会找你借钱 你骗鬼呀 不是的木头 这谁没个急事呀 再说了 这陆哥在家 他又不当家 钱的事他说的不算 这他那天就找我借钱了 这我也没办法呀 是吧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他呀 你真的借给他了 那当然了 那行吧 我出去一趟 喂陆哥 怎么了 那个陆哥 你帮我圆个厂 我跟木头说 我借你五千块钱 什么 陆哥 到时候 你就跟他说 你借了这个钱 那行吧 我知道了 那行 谢谢了 好好好 木头回来了 阿楼 哎 我跟你说啊 今天呀 我可是出了一口恶气 啊 什么意思 你猜我碰到谁了 你碰到谁了呀 就是你陆哥 他妈 那个老太婆 整天 只高气昂的 仗着自己家里 有几个臭钱 这看谁都不顺眼 我今天呀 可是羞辱了他一番 羞辱 你怎么羞辱的呀 你说 那老太婆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我面前显摆 我就气不过呀 把他儿子 借你钱的事说了 你们家不是有钱吗 怎么还借我家五千块钱呀 阿楼 你还别说 这五千块钱呀 你借的值 不是 你 你怎么把这事 给说出去了呢 那怎么了 你又没说不让我说 你看他那嚣张的样 压了他的威风 这 哎 木头 这种路哥都说了 不要跟他家人说 你这 哟 哟 怎么了 来还钱了这是 还钱 还什么钱呀 我儿子 根本都不欠你们的钱 不欠 怎么 还想赖账啊 谁赖账了 我儿子 都说了 哎 妈 咋了哟 你给我说说 你借钱干什么了 妈 干什么呀 我借谁的钱啊 还说借谁的钱 这木头啊 都给我说了 你借他们家五千块钱 干什么了 这 妈 我呀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呀 压根就没借阿斗的钱 什么 你没借他们的钱 他为什么说你借他的钱了 妈 你呀 你呀 有所不知 这阿斗呀 不知道 拿着钱 干什么去了 他呀 给我打电话 让我替他 做个圆场 所以啊 才让我说 借他五千块钱 儿子 不行 你呀 再和我一块去他家 找木腾去啊 我去他家干什么 我找木腾干什么呀 找木腾干什么 你知道不如 他今天羞辱我了 我不去 我才不去呢 我都答应阿斗了 你不去是吧 我去 我呀 非出这口气 哎 妈 妈 哎 米亚 好好回来阿斗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斗 你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钱呢 钱拿你去了 行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钱 我借给我爸了 借给你爸 又借给你爸了 你说 你都拿给你爸多少钱了 不是 这次是我妈生病住院了 我爸实在没办法 才来找我借钱的 生病 怎么这么多借口啊 每次要钱 都是有借口 不是木腾 你怎么说话呢 那是我爸 你有看过他吗 我还看他 结婚的时候 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 我凭什么看他 不是 木腾 你还想要什么呀 他们两个 还一如骨的把我养大 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了 还能给什么 木腾 我希望你啊 能理解理解我 理解理解我父母啊 如果不是你这样 躲躲逼人 我怎么可能会瞒着你 怎么可能 不会跟你商量呢 还有 这亲情啊 永远大于金钱 怎么能有金钱 去衡量亲情呢 这该说的 我都说了 这饭啊 我也不吃了 阿独 你自己啊 好好猜猜 来吧 阿独 下边以后 来我家一趟 去你家 不是 妈 你有什么事吗 阿独 你别问了 来啦就知道了 那行 那我下班的时候就过去 行行 我等着你 好 阿刀来 坐坐坐 进来进来 妈 什么事啊 怎么了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不准备来我家了 不是 妈 这前几天啊 我来过一次了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接你呢 谁让你接我呀 我让你接我了吗 行了 你走吧 我在住宿好好等 我不回去 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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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没在家 在家在家在家 阿德 你在这等着 我呀 阿木藤 叫出来 把玩儿了 走走走走出去 我不能出去 怎么了 不想出去 行了 别再欧气了 这阿德啊 都来了 你给阿德一块回去吧 啊 他来就来呗 来了我也不回去的 莫藤 行了 莫藤 别再支气了 这小两口过日子 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 走走 听妈的话 妈 走走 走吧 走走 走啊 莫藤 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行了 这阿德都来了 别再欧气了 听妈的话 妈 他来我也不会回去的 莫藤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你什么时候能省心呀 来来 听话 阿德 你也坐 坐这 你说 你们小两口 能有多大仇呀 是啊 莫藤 咱们呀 回家吧 不回去 这就是我家 莫藤 怎么说话呀 你经常在这住 也不是办法 给阿德回家 听话 妈 你是不是赶我走啊 赶我走 我走就是了 哎呀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呀 妈舍得赶紧走吗 是啊 莫藤 这妈怎么能赶你了 这妈呀 是为咱们好 咱们回家吧 莫藤 你现在结婚了 不是一个人了 你说 这两口都过日子 谁家没有磕磕磅磅的 你呀 就听话 回家 是啊 莫藤 这家里还有孩子 你这一直不回去 也不是办法呀 你算不为了我 为了孩子 为了妈 回去吧 莫藤 现在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 别再认性了 这阿德 他也跟你认错了 就回去吧 行了 妈 你别再说了 我知道了 这就对了 闺女 这两口都过日子 和和木木最重要 要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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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你看 你都在这住这么长时间了 家里还有孩子 回去看看孩子 行妈 你别说了 我回去就是了 行了妈 这我们也回去了 木屯 走吧 阿德 这木屯啊 有点任性 你呀 要多多包容他 妈 我知道了 你又放心吧 行了 回去吧 回去啊 好好过日子 走吧 等等我呀 这两口都过日子 谁家没有磕磕碰碰啊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这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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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